大家好 今天又来舅公这里挖笋了 跟上次的不同地方 这里的笋是比较大个了 然后之前有分享过这地方 舅公在这里养了很多鸡 今年舅公在这里也养了很多 我们去看看 因为这个大笋今年还没开始挖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我拿了个大马带 这个大笋刚刚冒出来了 这个笋就比较大个了 我看到疫情机了 我们前几年经常在这边挖笋 但是今年这里的笋长得不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就是刚才那种大笋 看我发现没个笋 它足根很多不好挖 然后像这种刚刚冒出来的笋比较好吃 这个笋我们一般是叫春笋 然后会比冬笋容易找到 像冬笋的话 从来没有挖过 找得到 挖起来了 然后我们挖完笋 一般把这个洞填围起来 看又挖下了一个 这个比较大了 盛山 钥匙 呢 我又挖下了 你先把腿放下 我又挖下了 好 水 花枝 水 水 花枝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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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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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现很多笋被吃了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吃了 冬天 就跟说 带我们去之前那个地方挖笋 那边的笋又很多了 天 几天没来 你看 笋又很高了 这说到不看 一看 旁边西瓜苗 然后里面也 dark嶺 这个嶺 西瓜苗还没长 那边还有一笋 笋下时候就这样子了 然后稍微再长大一点 就这样 然后再长大就是这样了 这个笋哥剥掉就跟这里面一样 他不剥的话也是自己掉落了 慢慢的就是阻止了 看好多的笋 今天又是大伯后 把笋洗一下 这里能吃吗 这笋煮了四十多分钟 可以了 今天的笋煮肉 这笋煮好香啊 嗯 这笋煮好香啊 水 碎 筍煮好了 今天的筍很好吃 放在这个锅 慢慢煮 煮了很久 然后很入味 你看 这个颜色也不错 吃饭吧 天下